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一个人你整天能看见的时候 你没把这个人放在心里 但当你看不见时 你却心里总是挂念着这个人 我说的这个人是谁呢? 对了 就是秦刚秦部长 秦刚现在已经成为大众情人 这眼看着秦刚在大家的视野中已经消失一个月了 对秦部长的挂念在过去一周 已经从中文华语圈蔓延到世界各大媒体了 很多严肃的和不严肃的外媒都开始讨论这个牵动人心的话题 秦刚在哪里呀 秦刚在哪里 例如《华盛顿邮报》这样的质量越来越低的老牌美国报纸 7月21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失踪的外交部长》 揭示习近平领导下的《神秘中国》这样的观点性文章 其中把秦刚得到习近平赏识的一个原因归咎为秦刚老婆自制的月饼 说秦刚的老婆给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吃了自己做的月饼 秦刚因此得以进入习近平的社交圈 从而飞黄腾达 这种低俗说法 堪比中文互联网上聊闲天的水平 秦刚老婆的点心吃了能让人烦恼还童 彭丽媛为了贪这一口 就一定要逼习近平重用秦刚 有一点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 彭丽媛这个级别的人通常只会在习近平已经对某个下属私下表示过 特别赏识后 才可能接受这个下属太太的套近乎 吃这个下属太太自制的点心 就是在帮助习近平传递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呢 我让习近平赏识秦刚 有意收编秦刚为第一系这样的信息 所以 《华盛顿邮报》展现出对中国政坛的彻底无知 连这样的基本常识性的逻辑都能搞反了 当然 也有故意卖萌的外媒 例如 彭博社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外交部长神秘消失引发外界担心中共信息黑箱操作》 什么意思 世界上的这些投资人难道此前不知道幕后操纵信息是中共的基本特色吗 需要让中共表演一次大片活人 消失一个外交部长级别的人物 才能让他们意识到中共有可能会搞信息黑箱操作 这是这些世界投资人真的傻 还是彭博社故意在装傻 恶心卖萌呢 当然也有《华尔街日报》 《经济学人》等这些相对严肃一些的海外媒体 也在过去一周加入了寻找秦刚的队伍 发表了以《寻秦记》为主题的文章 在西方各大媒体都在普遍发声后 秦部长依然没有出现 所以 秦刚在哪里 这个问题显然已经不再是华语圈的一个房间传说了 已经变成了中共国目前最大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了 我心里其实也一直在惦记着秦刚 在关注和思考秦刚在哪里 网上流传着众多的不着编辑的传闻 其中也混杂着一部分有些根据的说法 我把这些纷繁的消息认真研究和梳理分析后 发现虽然有些重要问题还无法确切的回答 但是 有一些问题的结论已经非常明显了 更重要的是 其中最确切的结论是跟中国有关 跟秦刚的关系反倒不大 但这个确切的结论也正是最能展现中国未来命运的那个指向标 好 下面我们就围绕《寻秦记》这个主题 把相关的关键问题和大家一个一个梳理一下 第一个问题 秦刚到底是生病了还是出事了 对于这个问题的结论 我想一直跟踪这个事情的人的结论应该趋于一致了 那就是 99%的可能性是秦刚真的出事了 让我读出这个结论最关键的证据 来自外交部 就是在过去一周外交部内部人员就此事公开回应的方式和态度 首先 7月17日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国记者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连续询问秦刚的下落 毛宁坚决不延续过去官方的说法 就是秦刚生病的这个说法 特别是在记者用最直接的方式问 秦刚现在是中国外长吗? 毛宁的回答竟然是 建议你查询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我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 如果秦刚没出事 毛宁敢这样回答 那就是对他的顶头上司的大不尽 这在中国官场文化中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现象 如果秦刚真的只是生病 日后回来上班 一看 毛宁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生个病 休个假 你就不承认我是外交部长了 让大家到外交部网站上去查? 随后 7月19日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参加阿斯鹏安全论坛时 主持人借机询问他 说 现在在中国访问的基辛格在北京见了那么多官员 那他有没有机会和外交部长秦刚见面呢? 谢峰的回答是 让我们拭目以待 Let's wait and see 让我确定秦刚出事的关键还不是谢峰的这个回答 而是我看到的谢峰回答这个问题时的表情 谢峰当时的表情绝对不是那种我们秦部长因为生病 而不得不在家休养的那种正常表情 而是从里到外透露出的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和喜悦的表情 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成分在里面 毛宁和谢峰这样级别的人 对秦刚的情况 就是目前不能深入了解细节状况 他们也是应该知道一个大概状况的 所以这些人在下意识中展现的状态 就是他们对已经掌握的秦刚信息的无意中的流露 那么下一个问题 秦刚是因为什么出的事? 这是目前最无法得到明确结论的一个问题 但是综合各方面信息 因为婚外情就是房间传闻的 她和凤凰卫视美女主持傅小田的婚外情 而出事的可能性是最小的 恰恰相反 傅小田这个概念反倒可能是秦刚落马这个局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让我惊叹的现象是傅小田这个名字从秦刚消失事件一开始就一下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从效果上讲 目前能够让这个寻秦记在网上持续保持高热度 美女傅小田这个名字功不可没 这个神秘美女傅小田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一个橡皮泥或粘合剂的作用 把秦刚事件成功的粘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 给整个寻秦记的剧情加入了网友喜欢的那个粉红色底蕴 让众多的网友保持高昂的追剧热情 没有傅小田这样的佐料 寻秦记这个剧情一定不能传这么广 热度保持这么久 历史经验告诉我 这绝对不是偶然出现的一个情况 更不是某个网友灵机一动的研究结果 有意把这个粉色元素爆出来的神秘人 显然是希望秦刚事件能够持续保持高热度 傅小田这个概念 一方面能毁坏了中共给秦刚搞的人设 另一方面也是逼迫中共高层对秦刚事件早下决心 所以爆料人大概率是秦刚的阵敌 有人会问 你怎么能保证秦刚因为傅小田落马的可能性不大呢 因为中共高层单纯因为婚二情而落马的案例 我还没看见过 从另一个角度讲 如果中共因为婚二情开始处理他的官员 我想中共现在的官员体系 能剩下的没几个人了 有观众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不同想法 2007年中共当时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邱小华就是因为重婚罪被判了有期徒允一年 你这怎么解释呢 我说举邱小华这个例子的人 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是的 从中共官方宣传上的说法看 邱小华是因为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被判了一个重婚罪 但是抓捕和判处邱小华的真正原因 是他卷入了那个著名的2006年的 上海社保基金案 也有人把那个案子叫陈良宇案 当时胡锦涛和温家宝处于他们的第一个任期 一举一动都被中共权力体系中的 江泽民的派系制约着 当时胡温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有些过热了 需要出台一些给经济降温的措施 但是身为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 作为江派上海帮的主要成员 对胡温的这些经济措施看作空气 置之不理 这虽然让胡温非常恼火 但是中共当时政治局的常委中有多名江派实力 包括上海前市委书记黄菊 所以胡温也没有办法 2006年初黄菊查出癌症 不得不离职休养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比例因此出现重大变化 此前上海房间就流传 一个民间投资公司可能挪用了上海社保基金的这个消息 但是那个消息被以黄菊为代表的江派上海帮给压下去了 当时胡温手下主持常务工作的 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令计划 看到黄菊离职 善于体会上亿的令计划 意识到这是一个处理陈良宇的绝好机会 于是在黄菊离职不久 就让中纪委派出调查组 进驻上海 专门对上海社保基金账目进行全面审计 拉开了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序幕 这一查就把一个经济案件查成了一个直指上海第一把手的通天政治答案 直接导致中共政坛明星陈良宇的落马 当然要做成这样一个大案 只抓几个商人和陈良宇本人是说不过去的 这样的大案就一定要从小官到大官 从地方到中央要罗职一批涉案官员 才能把整个案子做圆满了 当然令计划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是立功了 于是他在2007年正式当上了胡锦涛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共统计局局长 邱小华就是在这个期间被卷入陈良宇案的 当时北京这边负责审邱小华的案子 但是北京这边反复调查也只能发现 邱小华收了22万元的礼金的这个证据 但是起诉一方还没法找到证据 证明邱小华收到礼金以后给送礼的人谋取了任何利益 因此没法以受贿罪对邱小华判刑 但是另计划要把陈良宇这个大案做成一个板上钉钉的铁案 就不能允许任何一个涉案官员在审理的过程中被宣布无罪释放 没办法 就只能从邱小华的生活作风入手 用邱小华的婚外情和婚外生子来说事 于是在2007年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所以邱小华名义上是以重婚罪被判刑 其实真正让他落马的原因是他在政治方面站错了对 判他的重婚罪只不过是一个横竖要处理他的借口罢了 回过头来 我们接着谈秦刚为什么落马的问题 既然秦刚因为婚外情落马的可能性极小 那目前房间流传秦刚可能是因为间谍罪落马的可能性大吗 对此 我很难判断 单纯从逻辑上讲 秦刚反对习近平成为外国的间谍的说法是说不通的 大家都知道 秦刚从2014年到2017年担任外交礼宾司司长时 就和习近平有很多接触 并成为习近平的亲信红人 在那以后 秦刚就不断地在外交领域被违以重任 直到2022年底被破格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并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国务委员 按照秦刚这个被习近平宠信的架势 现年只有57岁的秦刚 未来在中共权力体系中还有明显的上升空间 至少代替现今69岁的王毅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是毫无悬念的 这样的人 哪个国家能用什么样的利益诱惑策反他呢 让他真心成为外国的间谍呢 这种可能性是我从逻辑上推演不出来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秦刚的政敌挖各种黑材料 给秦刚整出一个莫须有的理通外国的间谍罪 这种可能性倒的确是有的 多家海外媒体都引用了解中国情况的官员的说法 提到秦刚在中共官员体系中树敌甚多 其实从人性的角度看 任何一个被火速提拔的官员 在官场做人方面的难度都会格外大些 我把秦刚和中共现任美国大使谢峰的履历做了对比 发现谢峰比秦刚还要大两岁 而且也比秦刚早好几年进入中共的外交系统 但是资历比秦刚更老的谢峰 现在却成为秦刚的下属 从这点看 我们前面提到7月19日 在谢峰被问到有关秦刚下落的问题时 那种按捺不住的兴奋的表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不知道秦刚平时为人处事什么状态 但是对于他这样试图一帆风顺 并被习近平直接关照的人 眼睛不长在头顶是很难的 而且他可能有星光上任的那个锐气 也可能得罪人 例如有人推测秦刚一直看不惯赵立坚 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时 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辞做派 秦刚刚刚担任外交部长没几天 赵立坚就被从风光的外交部发言人的位置 评级转调到没人知道的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 便向打入冷宫 7月10日赵立坚的老婆 汤天如在他的微博账号上连续发两条微博 第一条微博声称今天是个好日子 借发小视频一用 配图是赵立坚做外交部发言人时的多幅照片 所制作的配乐视频 随后第二条微博的配图是一面送给赵立坚的锦旗 锦旗称赞赵立坚是为国为民的好官 我是同意大量网友对赵立坚的老婆的两条微博的解读的 很可能是赵立坚和他老婆在7月10日前后 从内部渠道确认了秦刚出事的消息 所以才无所顾忌的发布了这样明显暗层怨气的微博 显然赵立坚夫妻还在留恋过去做发言人的风光日子 无法安心目前本职工作这样的一个思想状态 有外媒分析 王毅给秦刚下套使黑拐的可能性很大 有人说了 王毅在中共权力体系中要比秦刚的位阶要高的 王毅为什么会在意比他位置低的秦刚呢 其实在中共目前微妙的权力体系中 位阶的高低固然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哪个人是习近平最宠信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 同样身处外交体系的王毅 当然会把秦刚当作是和自己争宠的政治对手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就预测过 未来中共的权力斗争将会从过去30年 最高权力圈派生出的派系斗争 转入习近平手下重臣之间 为争宠而发生的权力斗争 上面从谢峰到赵立坚再到王毅 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 我想表达的核心思想还是 被破格提拔的秦刚 无论是来自他自身的原因 还是不来自他自身的原因 秦刚周围自然就会有很多希望 看到他跌入井底 然后随时准备往里头扔石头的人 这是任何一个独裁的权力体系中 一个自然产生的生存现象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上任后 想要历经土制 从整明朝颓废的朝纲 崇祯采取的一个手段就是 时常破格提拔一些 他认为有能力能干事情的官员 但是 崇祯没有意识到的是 在当时内卷极其严重的明末官场上 这些被崇祯破格提拔的官员 很容易成为其他官员妒忌的对象 当年的崇祯 也是时刻做着中兴明朝的大梦 在干事的过程中 经常是政令改动如翻烙饼 结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自然是屡屡出问题 但是 那些被他破格提拔的官员 就成为官场其他官员的众矢之地 最后崇祯也需要为他自己的政策失误 寻找替罪羊 这样一来 那些被崇祯破格提拔的官员 很快就被崇祯抛弃了 结果是 除了极个别一两个官员外 被他破格提拔的官员 最终下场都很凄惨 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识 从这个角度看 虽然《寻亲记》 这个现实剧还在热播中 一些问题 我们还不能有明确的结论 但是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 至少在有一点上 展现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 中共目前的整个决策机制非常可怕 同时具备 武断和优如寡断两个致命伤 目前全世界能让秦刚 在一天消失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习近平 一定是习近平亲自决定放弃秦刚 并下令让秦刚消失的 我们前面分析了 我们很难从逻辑上推演出 秦刚会真心成为反习力量 成为外国间谍 当然 我们不能排除 秦刚在某些方面 可能有考虑失误犯下的错误 甚至可能私下在小圈子里 有对习近平的一些政策的评论 但是 这些事情和主动充当外国间谍 从根本上讲 是完全不同性质的 但是如果有人想借题发挥 故意给秦刚设陷阱定罪 那么针对秦刚整理出来的黑材料 看起来可以显得非常触目惊喜 如果还有人有办法把这样的黑材料 送给习近平看了 习近平暴怒之下 一拍桌子 秦刚这小子辜负我的气重 立刻抓起来 给我调查调查 一句话 秦刚就从万众瞩目的大国外交部长 成为被迫住在宾馆中 每天被人逼迫回答各种莫名其妙问题的 中共双规对象 但是 从目前剧情发展情况看 秦刚已经消失一个月了 全世界都在喊 秦刚在哪里 这种把秦刚搞成大众情人的故事情节 绝对不应该是习近平当初做出这个决定时 特意设计出来的 这只能说明一点 当时让秦刚立刻消失的决定 是一个鲁莽武断的决定 是一个缺乏全面周全考虑的决定 一个影响如此重大的决定 正常的决策程序 应该是经过反复全面论证的 并需要进行多种逻辑推演 分析不同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结果 然后做出决定 比如 习近平至少应该和他的亲信一起讨论讨论 我们把秦刚抓起来 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如果只是为了收集他的材料和证据 有没有可能在不惊动他的情况下秘密进行 如果最后查出来他真有问题 外交部下一步谁来负责 秦刚作为外交部长 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关注的外事活动 从他被控制到最后 我们宣布结果 最大需要多少时间 这个过程中 我们如何给世界一个说法等等 现在的结果看 我上面提到的这个常规的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 应该是不存在的 甚至在整个过程中 都没有一个人给习近平提醒一下这样做的后果 目前对秦刚的决定 迟迟不能公布的原因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 那些对秦刚实施双规调查的中共官员 一直没有办法拿到他们需要的 给秦刚立案的材料 一方面可能是秦刚死咬牙关 就是不认可对他的指控 另一方面 想让秦刚倒台的那批官员 已经是骑虎难下 没有退路了 他们只能是一门心思逼迫秦刚就范 两者僵持不下 造成目前的尴尬局面 如果是这个情况 习近平竟然能允许调查这么长时间还难惨 如果果真如此 习近平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大撒把的状态 也真是让人惊讶 第二种可能性是 对秦刚的审理已经完成 材料已经递到习近平面前 习近平这才意识到 秦刚犯的错误的真实性质 因为这样的错误 给秦刚治罪吧 感觉秦刚犯罪的性质不到那个份上 而且花了好几年的功夫 栽培这样一个人也不容易 不给秦刚定罪吧 感觉自己已经让秦刚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这么久了 秦刚就这样回来 自己面子也挂不住 而且秦刚可能真的是犯了些错 不惩罚秦刚 也会损害我习近平的威严 也就是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 进入了一种优柔寡断的举其不定的长考状态 目前全世界都在大声询问秦刚在哪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依然能让秦刚神秘消失一个月 自己装作听不到 逼着中共外交部的官员做傻子 无论真实原因是我们前面分析的两种可能性中的哪种 有一点可以肯定 中共顶层在重大决策上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 鲁莽武断和优柔寡断这两个致命伤同时存在 中共这个混乱的决策机制目前是无解的 因为它背后的两大原因大家都知道 第一 习近平在中国一言九鼎 甚至无人敢提一个建议 第二 习近平对世界的认知和现实越来越脱节 甚至没人敢给习近平一个提醒 就拿习近平最近把100岁的美国退休老人基辛格 从美国运过来和他一起吃午饭这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窥测到习近平的决策 可以多么任性 他的思维和现实是多么脱节 基辛格就是美国一个退休老人 在目前美国人整体反共的大舆论氛围下 基辛格的形象在很多美国人的心中 甚至是负面的 好嘛 你把人家美国一个100岁的老人弄到中国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颠簸 还要适应12个小时的时差 100岁的老人生命力是很脆弱的 万一基辛格和习近平用餐时 在餐桌上 基辛格挂了 你中共如何能撇清这其中的关系? 但是习近平一旦决定了要给中共的老朋友祝寿 中共各级官员就只有听命执行的份 从基辛格车队后面跟随的那辆协和医院的急右车 我们可以看到为完成习主席的命令 多少人在提心吊胆地考虑每一个细节 但最终的效果是什么? 美国社会对中共这个怪诞行为的全体困惑和迷茫 《寻情记》能连续上演这么长时间 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是习近平根本没有意识到全世界的人都在追捧他主导的寻情记 秦刚事件清晰展现出的这个现实 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极其可怕的 目前中共不断在升级台湾海峡的危机 在这个大背景下 中共的不理性决策机制真的让人担心 预测一个混乱的决策体系 远远比预测一个理性决策体系的难度大很多 因为混沌不可预测 最后我们分析一下秦刚未来的命运 秦刚的未来只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 习近平决定对此事翻篇 这次放秦刚一马 如果这样秦刚在不久的将来 会再次出现 他很可能会延续中共最开始的生病论 来解释他消失的这段时间 然后秦刚会在其后的岁月 慢慢修理在这段时间对他落井下石的那些人 第二种可能性 习近平让秦刚回来 但是作为惩罚不再重用秦刚 给他在中共体系安排一个闲职 让他开始准备退休 第三种可能性是 习近平彻底放弃秦刚这个棋子 在这种情况下 中纪委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宣布秦刚的一连串罪名 其中包括生活作风腐化 然后开除公职 开除党籍 移交司法机关 从目前中共外交系统官员的表现看 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秦刚完满归来的可能性最小 不到10%的可能性 第三种可能性 也就是秦刚被定罪的可能性最大 应该有超过50%的可能性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请您订阅杰森视角这个频道